美好的一天,从你的微笑开始 大家好,我是铁牛 欢迎你来到铁牛旅行季的频道 我现在正在土鲁方的葡萄沟 看,我身后就是葡萄沟的民族文化村 这个村子全部是种葡萄的 也可以选择步行,也可以选择坐观光车 那咱们今天就选择步行 往前面看一看 看一下这条路是一条大马路 可以这里开车,往这前面走 两边全部都是这种泥土盖的房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地图,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沿途两边都是这个房子 中间的话,这个都是河 我们看一下这些房子 窗户 都是最原始的 特别这个门,特别有这种民族特色,绿色的 这外面还有葡萄树叶,你看这边也是 这个墙面都是用来突风的 葡萄沟的话呢,他们这个泥土啊,据当地的人讲的话 都来自于天山的这种红色泥土,这个泥土比较坚固,并且冬暖夏凉啊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咱们如果说坐观光车的话,可以围着这个葡萄沟转一圈 门票的话,大概75块钱,如果我们是住在民宿家里面,或者当地农民家里面是不用买门票的 看看他们当地的葡萄,老板娘,这个多少钱一斤,25块一斤 一公斤,一公斤啊,那就对了,好,那就先拿一公斤吧,可以吗 这个就是葡萄,葡萄干,葡萄亮层的,你看,各种颜色都有 这颜色不同是,塞的方法不一样,有是凉黄干的,有是塞干的,有是烘干的 哦,有是烘干的,那哪些是塞干的,哪些是烘干的呢 这边是,咋说呢,最普通的葡萄干,哦,这是最普通的葡萄干 这些,这个三个品种嘛,每个品种,我们产的最多的品种 哦,产的最多的品种,最多的品种,所以嘛,这个最便宜,一公斤二十块 一公斤二十块,对,一斤十块,这边呢,这边是塞干的,太阳塞干的 这是太阳塞干的,对,看这边的嘛,咋说呢 嗯,啊,中,啊,不是塞的,是活的,哦,中间的,中等的,中等的,这边的最活的,啊,这边是好的 看,我们进去看看 一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啊,一个摆设 我们往下面参观,参观啊 你看,哎,这里有一个,啊,八十年代的一个缝纫机 会总有回忆,啊 我们下去看 这里有很多木栈道,啊 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哇,踩在这上面,感觉很舒服 哦,我原来可以从这里下去的 这些都是葡萄,葡萄的苗长出来了 这个屋顶上面,你看 全是葡萄 这边也是 我们再看到这个角度,再看这边 这个庄园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那边,墙壁的这种孔都是用来通风用的 这里拍照也是非常漂亮 整一片全是这一户的 前面还有一个鱼塘 咱们下去看看啊 住在这个庄园里面啊 可以深深的感受一下当地的民族风情 还有这个葡萄的文化 这边你看,哇,这个庄园真的是非常大 这都是一间间的木房子 我们从这里面走吧 这都是客人住的 他们的房子不是特别高啊 都是那安安的 上面架着葡萄 这样的话别阴凉 你看像这种院子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厢房 然后呢,外面可以做的休息 这边是他们一个洗手间 来,我们看一下对面 对面那个全是葡萄啊 原来,原来这个房间是用来晾葡萄的 现在没有做葡萄糕了 你看这里有一个一格一格的这种窟窿 现在里面是做的板子 你看 原来这一个房 现在装的空调 提供给客人住啊 你看 在葡萄糕的话呢 每家的庄园都是各有千秋啊 我来的这家庄园里面是比较有特色的 而且是非常大的 在这里呢 狗也可以自由的活动啊 庄主的话也是特别好 就让我把狗子带在房间 让狗子休息 怕狗子热着的 说实话在这个庄园里面 如果你住下来的 安静下来的 就不想走了 所以这个庄园里面 我觉得非常棒啊 也非常人性化 庄园的庄主也非常热情 咱们拍完了这个庄园 中午的话 我们就全往下一个地方 目的地 去火焰山 你看他们很开心 这个平安静十六 他在门那里等着我了 你知道那个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你看 下来 芒果 芒果 知道我们是这里面吗 进去吧 聪明 都很聪明 都知道这是我们住的啊 好 来 给大家看一看 刚好 这是洗手间 咱们昨天晚上呢 就 住在这里啊 你看 一个人睡这么大的床 还有这个地毯做装饰啊 就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 这个是什么垫子啊 这个是什么垫子啊 两个人的话可以坐在这里 聊聊天什么的 哎 这个柜子还蛮不错的啊 刚刚已经带大家看完这个庄园啊 好 咱们呢 现在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咱们去看火焰山 这些街上还保留的这些房子 刚才那个很多是拆的 看那个房子了吗 那个是亮葡萄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房子 这边这个有孔的 这个都是亮晒葡萄的 看一下对面的楼房吗 这边房子大概都要拆掉的啊 咱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胡同里面来拍一拍 这都是有历史的 全是土著的 和对面的楼房形成强力的对比 其实我觉得这土房子差点还是挺可惜的 这个就是土著番啊 胡同里面真实的影像 那里还有一个门 我们进去看一看 都是没人的 看门紧锁了 你们都放会了啊 都废弃了 看一下 啊 你们都废弃了 很可惜啊 这一口 当年也是一片黄滑 土著番的话 原来是咱们的私处之路啊 最重要的一个城镇了 现在这房子都拆了 我觉得挺可惜的 社会在进步啊 在发展啊 没办法 全部建成高楼大厦了 看我身后这些 所以以后这种房子越来越少有了 所以我今天呢 刚好来这边看到这些 就得住宅啊 还是挺捨不得的 感觉很可惜的啊 走我们还是去往前走吧 说到土鲁番啊 大家印象中 是不是非常落后的一地方 实际上不是啊 现在土鲁番非常繁荣 老百姓真的是非常安康啊 个个都是脸上堆满了笑容的一个地方 这里土鲁番的人也是特别热情好客的 哎 你看我们这里发现的这么大一个冰块 啊 哈喽 你看 看一下这个冰大不大啊 老板这个冰怎么卖 5块钱一份啊 我们来一份吧 来一份啊 5块钱一份 哇 哇 你看 这个很 好 谢谢 现在咱们终于到了火焰山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呢 都是 看了西游记的那个火焰山 才莫名而来的 没想到火焰山 从外围上看啊 就是一个沙丘的感觉 或者说 是一座荒山而已啊 不是我们传说的那种 火焰山 看一下 前面那个山就像土林 像石林一样的 对吧 这就是火焰山的大门口 这里有那个 铁扇公主的那个 芭蕉扇 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芭蕉扇的温度到底有多少 芭蕉扇今天是阴天啊 今天是40度 现在的温度是40度 那里面是一个人造的一个景点的地方 要买票进去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火焰山啊 没想到这里真的是温度太高了 40度 怪不得我的手机 就强制关机了 拍不了 然后里面的那个景区 我们就不买票进去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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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